拜登的夫人偷悄悄地就跑到了乌克兰 但她去的过程中是人人都不知道 立体看世界 底线小问题 大家好 我是李伟 5月10号 这天发生很多的事情 首先是中国纪念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 然后我们周边国家也有很多的政权在更替 但是大家最关心的还是乌克兰的局势 为了解决大家的一些疑问 昨天我专门找了我的过去的几个同事 他们现在还在乌克兰第一线采访 那么我跟他们通了通电话 问了问他们的具体情况 也是很危险的 那个现场也是说的说的就听见警报声了 他们给我讲了一些细节 我觉得很有意思 你比方说前两天母亲节的时候呢 拜登的夫人偷悄悄地就跑到了乌克兰 但她去的过程中是人人都不知道 但是完全不让人知道呢 那她不得又白去了吗 没有起到给乌克兰军队打气的作用 但又不能完全是打气 她是总统的夫人 那么这个角色怎么弄呢 玩的特别绝 她设计了个叫母亲节那一天 要赶去跟泽连斯基的夫人一块去庆祝母亲节 用这个方式来表达 那么还有加拿大的总理也跑去了 她也是那天 但是对她的报道几乎是零 全世界都没人在关心她 也不知道她干什么去了 也没有弄成什么 但是有趣的是呢 很多的现场的人发现呢 他们去呢 坐的汽车 而且汽车的盖上的那个顶上的都都鼓了一个大包 这记者就好奇啊说这大包是什么东西呢 结果一打听了好 原来那是装的一个大桶 那桶里面放的啥 它不是放的装甲板 是放的汽油 因为路上的加油站都没人营业了 所以你要开车出门呢 自带加油站 这是个奇葩现象 还有一个什么奇葩现象呢 就是基辅啊 现在担心俄罗斯的特种兵呢 悄悄的进入城市呢 进行斩首行动呢 现在基辅室内呢 所有的这个门牌号数那个小号啊 全给摘掉了 所以呢你就到了一条街 你如果不是基普的市民的话呢 你根本不知道这条街叫什么名字 但当地市民当然知道了 但是如果是俄罗斯的特种部队来 按照情报上指的说 某某街某某号里面有一个什么什么重要人物 你要去抓他或者是干掉他的话呢 防止特种兵进到基普 就把所有的街道的一个门牌号数都给拆掉了 那么说到这一切呢 就还要说 现在乌克兰这两天还忙着接待了这个 跟这个欧盟的主席 冯德莱恩通了视频电话 干什么呢 因为乌克兰正式再次递交了申请加入欧盟的申请书 他有个问答卷 所以冯德莱恩就告乌克兰 你现在已经进入到欧盟的候选国的名单 就你可以加入 我们选择你 但你要排队申请 这本来是个很积极的信号 本来让乌克兰挺高兴的 结果隔了没有几个小时 马克龙出来说话了 他说欧盟要接纳这个乌克兰 大概要等几十年的时间 给泼了一盆凉水 为什么呢 你冯德莱恩老去抢人家 马克龙的风头 你抢我给你来盆凉水 当然很多人呢 最关心的还是九号的阅兵 但是九号的阅兵的一些细节呢 非常有趣 他们有个群众游行 叫不朽军团 所谓不朽军团呢 就是纪念二战 为这个反法西斯做斗争的 牺牲的那些红军 就当年抗击法西斯的那些老兵们 他们的后人呢 要举着他们先辈的相片游行 这个游行队伍里面 就有俄罗斯的总统普京 那么普京呢 举着他父亲的相片 是当年的红军战士 那么他去游行 而且阅兵完了以后呢 普京先是看望老战士 然后呢 又去这个无名英雄纪念碑呢 做了纪念活动 我觉得这个光荣传统特别好 这个每年的纪念战胜法西斯的纪念日 也就是俄罗斯的卫国战争纪念日 那么就要对年轻人进行一个爱国主义教育 而且在爱国主义教育的时候呢 一定要反复强调当年的那些战斗英雄 同时把老兵亮出来 让他们站到最光荣的位置 那么这种传统呢 使得这个俄罗斯的民众呢 不会忘记过去 不会忘记为国家流血牺牲的先辈们 而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做法 就是告诉大家这个日子来得不容易 那么这里面还有一个细节 我过去也讲过 那么欧洲国家 尤其西欧国家呢 一般纪念 抗击德国法西斯胜利的日子呢 是这个8号 而俄罗斯呢 是9号 因为有时间差 还有就是这个生肖日 这个乌克兰在8号呢 也搞了一个纪念反法西斯的日子 但他发现了那个以色列纪念反法西斯的日子 是放在9号 于是呢 泽连斯基就不太高兴 就给以色列提抗议 要求他们把纪念日改成8号 因为以色列呢 是9号啊 以色列的纪念日跟俄罗斯一样 但是他的传统啊 另外大家别忘了 当年奥斯维辛集中营 在波兰的那个集中营啊 是苏联红军解放的 我估计这也是原因之一 所以呢 以色列呢 把这个纪念 二战结束的日子呢 放在是5月9号 还有人不知道呢 更重要的原因就是 以色列建国的时候 当时以色列的总理和内阁的 主要的很多官员 都是从原来的苏联 移民到以色列的人 所以他们的很多做法呢 在管理这个国家的过程中呢 也是参照当年苏联的方法 所以以色列呢 没有接受 这个泽连斯基的这个建议 还是按他们9号搞纪念 这都是纪念日的一些细节 所以在整个这个过程中 可以看出来呢 世界正处在一个 大动荡的时候 也好 谢谢您的关注